节能减排是现在汽车业首要的目标 先推出新能源汽车不算 现在对于燃油车最主要的就是燃油问题 面对政府越来越严的燃油规定 没办法各大厂商只好推出消费者一直都不怎么喜欢的三缸机 这些车型上市前都被消费者各种嫌弃 新款本田雅阁也是这样 可是新雅阁上市一段时间后反而销量还不错 现在一个月卖了快1.4万台了 时代雅阁的推出 除了搭载1.5T涡轮增压发动机让人不怎么满意之外 其他的方面表现都不错 特别是外观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特别的时尚前卫 会是年轻消费者喜欢的类型 和以往老款的雅阁不一样 时代雅阁的前脸设计更加的夸张 进气格栅采用大嘴式的设计 中网加上了一些镀格式条设计和熏黑处理 以及很多细节部分都加上了比较夸张和激进的设计元素 看起来特别的张扬 侧面的设计看起来比较修长 采用双腰线的设计 显得特别锋利 很有运动感 内饰部分也很不错 空间很宽裕 后排位置也不显得拥挤 就算是1米8的人坐着也是很宽敞的 舒适度会好很多 其次 内饰总的设计和外观的张扬相比 就要显得沉稳得多 主要采用棕黑的配色 中控台依旧采用梯形设计 就会显得大气一些 而且配置方面也是比较厚道的 配置得有并线辅助 碰撞报警 主动刹车 胎压监测 360度全景摄像等高科技的配置 此外 该车搭载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于性能 消费者的不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在日本还会有一款搭载2.0升发动机的车型 可是中国只有一款 但总体来说 虽然动力上会有些不足 但是燃油性肯定是比较好的 现在国内油价那么贵 为了省油 买雅阁的人还是有很多